泰國營地的小朋友非常認真在拍照 因為在這禮拜天的夜晚 還要在海口音樂祭做演出 其實這場音樂祭 也是台西遊修以來第一次 辦理的大型音樂樂棟 在8月17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天 舉辦我們雲林的第一次 我們的海口音樂祭 就是我們的海洋音樂祭 那大家都知道全台 在台北有共聊音樂祭 那在我們南端有這個墾丁音樂祭 那在王宮也有 中部也有這個音樂祭 就獨獨缺少我們國境之西 台西這樣一個音樂祭 所以我們要來開辦海口音樂祭 是由我們當地的特色 除了可以欣賞美妙的音樂 可以欣賞漂亮的海岸風光 除了音樂祭 禮拜天會保養一張露宝的慶祝活動 那我們是以擁抱海洋保育生態 這樣子的概念去籌化了這一次的活動 那也希望呢在牽手的同時把你的愛傳出去 那在路跑活動的時候我們希望 愛給我們的感覺就是紅色的顏色 把這樣的熱情傳遞給身邊的朋友 所以我們當天在做這樣子的牽手路跑的時候呢 身上都會穿著這一件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叫愛幸福 幸福就是取自於英文的seafood的學音 那台西有很多的海鮮美食 所以叫愛幸福 就是愛幸福 那歡迎大家能夠來參加我們的這個親子路跑活動 海口神話館在今年開幕營運 希望台西能夠轉型 所以他們要辦理很多方會 互動給民眾以及UK參加 不過台西能夠改變 也是需要在地民眾的支持 所以一個禮拜就要賺錢 主辦單位要勒勒勒勒 有興趣的民眾做回來參加 海口音樂禁 讚 旗家福音樂禁 彩虹佛的